大楼管理室管理员全副武装穿防护衣 还戴面罩大门关闭 公告外送员禁止进入 如临大敌就是传出有住户确诊 社区临近高雄美术馆 前一天电梯的布告栏还贴了这张公告 管委会明确告知有确诊案例 提醒住户多防范 强调感染者已经送衣 家人隔离中看到这张公告 住户人心惶惶 我觉得他是保护他们内洞的人 我觉得这个很好 这个管委会很好 高雄古山区这栋大楼 传出有疑似确诊案例 而主委就在电梯里面 张贴了这张公告 告诉大家这个消息 并且请大家多防范 不过事隔一天公告已经被撕掉 据了解该名男子是一名产险业务 常到车厂特定公司的航号拜访客户 19号上午还没有被列为确诊个案 但高雄市卫生局已经开始展开疫调工作 附近另外一所国小篮球校队16名学生 随团师长7个人 这个月初北上参加全国小学篮球联赛 下榻万华区的旅店四天三夜 13号回学校上课 双北进入三级警戒之后 18号上午学校通知家长接校队学生返家 远距教学 距离就是万华爆发疫区的地点 大概有两公里的部分 活动的地点就是除了比赛的场地 旅店的这个过程的捷运之外 其他活动地点就只有吃饭 另外还有北投国小跟古亭国小 是我们在赛城跟赛城之间的练习的场地 学校表示球队都团进团出 住的旅店距离染疫的茶室有两公里 相关师生目前身体没有异状 但比赛时曾住万华的旅店 三个晚上确实令人紧张 TVBS新闻 吴仲勋黄晓琪高雄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